被撒停了 现在说的是暂缓 但如果再深入一些分析 可能起码都要搞你一年半载后 才看到会不会有机会再上升 所以也挺麻烦 市亦因为出现突发性的变数 昨天我拍一段影片给大家 预叫大家如果今早开高 就离开科技股 比如阿里巴巴 希望是漂亮的 当然也预算今天不是太大问题 明天的蚂蚁金服上市的时间 都应该说阿里巴巴要离开 谁知就是差了一下 所以我经常说 为什么我们如果是用衍生工具 或者有时短炒 不要想赚到最长 不要想赚到最后一下 最好位才走货 特别是你货多的话 衍生工具多的话 你应该用分段走货的方法 起码扯到高位 譬如像上个星期 阿里上到309 我都跟大家说 这些位置我都走三分一 然后只剩下那些 除非货太少 只剩下那些 就俊可攻退我手 你这样是会有一部分货赚不成 但是也避免了有些突发性 比如昨晚的消息 今天的影响 你会走不住 还有一点 我经常很强调的就是 要掌握入市位 不要太高追 不要高追 原因就是 万一有什么 盖下来 因为它升了一定的幅度之后 盖下来 如果你是高位才追 你宁愿miss了这个东西 就算说知道你以后升多少 我不用怕突发性盖下来的幅度 好像这一辆的阿里巴巴 一直跟着我节目都知道 上次290岁走了 那些衍生工具 接着下来286再捞 现在就算出了这个消息 就算今天占到270多 你的货价仍然在赢钱 可以决定走还是不走 是容易很多 所以入市位是很重要 你怎样不要高追 也很重要 因为我知道外面 通常技术图表派就破位追 升高位 你想想一破300元扯上309 你那一追 你现在就一路熬 整个礼拜被人鎖住之余 今天就糟糕了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宁愿耐性一点 审慎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市在11月份 是会很大幅波动 9月开始 10月开始 11月开始 都是发来发去的 如果你不是贴市 看得很紧 而且反应足够 最重要是反应足够 你基本上很难控制 很难控制 所以记住 短炒投机 有投机的技巧 但是长线投资 就有长线投资的因素 不会因为中间那些 升升跌跌 或者跌破位的走势 或者一个短暂的走势 而动摇了 你对那只股票的看法 或者走来走去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永远做不到长线投资 持货 吃大浪那样东西 当中的起起跌跌 就要牺牲 正如好像黄金一样 如果不是用长线的角度 不是1200元 建了仓 跟着中间起起跌跌 不理会 你很大机会 就在1400元那里 被人摔掉了 或者1600元那里 被人摔掉了 高位又跌成200元金 又或者最近这次 2000元上 我也跟大家说 短炒的货 2000元上是要走 不可以买 但是你知 那时候已经说 金很厉害 不断高位追 下来 你就肯要收集 不要介意收集完的位置 再跌多些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分段买 你是永远看不到仓的 好似几次下来 1850元、1860元 你不敢买 怕跌下来 120元或者1780元 有人会这样说 你不买一注两注 你到现在都买不到 万一真的不再下来 扯上去 你便上不了车 又要2000多来楼上追 所以记住 长线投资 不是天天看着升跌 这个是基本功 当然 你说 我是想短炒 说明就可以了 那你就要考虑 有一些技术 不是就这样说 投资的技巧 可以掌握到的 这个要留意 例牌赛 今天很多问题 一定有一堆坐船的股份 当然 待会回答你们 蚂蚁那些我都会回答 有些问题 我都会尽量回答 说回我们的节目 沈大司港投资 做了三年 这个节目一直都跟大家说 要教大家第一 一个宏观的分析 第二 是纠正市场以额存额的说法 或者跟红顶白的所谓分析 其实是解释 是走出市场来解释的东西 即是股票跌了 就找理由解释 这只股票不行 升上去就找理由解释 这只股票是可以的 这就叫做跟红顶白 不是分析 沈大司港投资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市场上一直以额存额的说法 我们怎样用一个 合乎逻辑的角度去看一件事 不只是看今天升明天跌 这个股票要升 这个股票要跌 但是你是找不到原因 究竟有什么因素 我是值得看好这只股票 这件事对于大部分的散户投资者 或者初入来接触投资市场的投资者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第一就不要学坏思 你下下追逐着今天升明天跌 这个这轮很厉害 每个都升 又扑下去追 位又不看 基本因素又不管 有没有得搜不知道 这件事就是现在在香港的 即食文化里面太过氛烂了 所以我的节目就是要教大家 受之以如 你自己去识看 希望从过程里面 用不同每个星期的分析和例子 让大家明白真真正正投资市场 是要怎么看这些东西 正如蚂蚁一样 个个都说抽吧抽吧抽吧 很厉害的 接着因为蚂蚁上市 所以腾讯很厉害的 还是大罕的报告不断地说 是不是呢 有没有考虑到风险因素呢 其实这些报告目的是想 炒起股票 等你去接 很多的说法根本完全狗屁不通 完全不合乎逻辑 完全是不合理的 但是一直在做那个声势 很多人会附和这些大恐怖告 而令你们做错事 所以这个节目 上半部就是免费放在YouTube 下半部就是要付钱的订户才可以收听 我们的订购费用是550元 一季13集 这一季都差不多去了三分二了 订购方法 大家看形光幕 订一订镜看看 有什么问题 查证电话22971825 好了 先讲就是蚂蚁先 给个引指先 因为蚂蚁今次的停 是涉及到很多复杂的因素 里面稍为我会讲得深入一点的内容 都是深入一点 都不会是全部的了 因为里面背后太多东西了 就会放在第二节跟大家讲 但是我想提一提出来的就是说 在几个礼拜前 蚂蚁曾经 本来月10月1日回来招股 结果延误了一个星期 当中有传闻就是说 蚂蚁会拦一拦阻 不让他上 或者有些问题谈不够 所以那时候 其实市场不是太多人相信的 反而大部分人相信 怕了 怕什么呢 美国国会议员说要阻止蚂蚁上市 你说是不是荒谬绝伦呢 当日我的评论就是说 关你什么事 中国的公司主要市场在中国做生意 回到中国的股市 香港的股市里面上市 你凭什么可以难到买上市 但是我反而是怕 中证监或者上海交易所 内部的监管机构 不让他上市 所以我说 如果你全美国阻止的议员 要阻止他上市 而按下的 不怕买 那时候是260 大家记得的 不羡慕 但是如果是中证监困难去 那就麻烦了 所以后来一确认到 排到期A股上 香港有听见 我就知道 以为一定是没有走鸡了 一定可以安排到上市 而几天前 去到关键时刻 马云被召废这件事 都有少少担心 不过我想着 去到这么绝 去到差不多这么紧水时间 都不会真是难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 就算马云上了市 他的前景都不像 外面大行说得这么亮丽 大行说得这么无敌 目的只是一件事 承销希望认购反应好 只能炒高利 删一阵 再用蚂蚁延伸到 腾讯值多少钱 多少钱 八百多元 这些是废话 第二次我说完 微信支付和蚂蚁 他们有什么隐藏危机 你就会知道 其实这个涉及到 就是在政治角度去考虑 我们应该怎么看 这些对待这一类的股份 这个是不可以 抽离了政治的考虑来想的 这些股份 所以现在停了 其实对散户是好 否则你申请了追入了 炒了上去接货之后 先来动蚂蚁 就大件事 你真的是硬吃的 阿里巴巴跌下来 怎么办 阿里巴巴不是只得买的 它也不会太过分地跌得多 只不过你炒定来等它上市 接着想着 今天就借着美股星炒高来散水 不等明天上市 大家都做不到这件事 所以又不用太害怕 因为散不了 还有很多借口理由可以再来散 但是你自己要自订 稍后第二部分 我就会说 蚂蚁为什么有什么东西 踩地雷 外面一直都说 就是说 只是说马云 乱乱乱 就是口没遮难 得罪了中央 有些就说 什么中国大陆特意装个局 吸钱下来 锁死你的钱在香港 诸如此类 这些不用听 真正的理由是如何 为什么有危机触犯了中央的禁忌 而在这里辣停了 有很多原因 最多人问 这几个礼拜就是金 黄金我也说了很多个礼拜 最近听到有些网友和学生 就分享了一个录音给我听 就是说其他人如何评论黄金 当然看法见仁见智 但是如果是针对我的针对性来说 而又没有一个具体理由可以驳斥到 我看好黄金的背后基本因素 那你就是在做一件事 阻碍一些人去做一个 可能是保障他 未来几年大风浪的决定 那个想法 那就很糟糕了 所以我在这里也再一次 讲回整个黄金的看法 通常很多人就是唱 叫人不要买金的 就是因为黄金没有息收 黄金现在是历史高位留上 到这些位置还有多少升 黄金没有价值 这些不是就是看着过去几十年 大部分时间黄金没有价值 没有得炒 或者价格没有涨 那就就是因权放下来 等于有些人过去几十年看到人家汇丰赚钱 接着就以为这十年 我必如有些钱的就是草汇丰就一定没有死 那就是中招了 就是这些没有分析的 没有分析能力的这些人说话 还有一些就是过去十年留价值 所以现在你就睡身都要 什么都好急急都要上车 这些是没有分析能力的 没有分析事件的 黄金 大牛市刚刚开始 我两年前已经讲 讲的时间就在原底那里 1200元 其实我第一次叫人买黄金 这十年 自从在2010年11年1700 1800叫大家走掉金之后 第一次叫人买黄金 就是1050的时候 穿1100 就是这个原底的最底 我对上一次叫人买黄金 是2002年黄金在300多元的水平 叫大家买看1000 当然当日讲的时间 和现在讲的时间 都是没有人会相信 但是现在就多了人信 好了 去到现在这个阶段 整个黄金的大牛市 由2011年跌下来 2013、14年跌到底之后 在这里走几年的大元底 开始突破千四颈线 破千四颈线就很多人叫人走金 就是1200的时候 我叫人买1200、1300 落到跌穿1200再混 很多人就说破位要看98 害怕到有些学生就扔了 扔了一些金 全部被吓走 好了 接着上回来追回 有些人追回 上到1400就叫人全部走 又被人摔掉了 好了 到现在来到这些位置 2000楼上走一走 我觉得是可怕你的 我都叫人们可能货底拿三分一来走一走 一定买得回 但是买回的位置都是1900 或者1900楼下 就不会现在这些位置 叫人不要买或者叫人走的 我们因为要部署这个牛市浪 整个牛市开始就由原底 在1400的颈线开始 破了原底上来 破了历史新高 做回吐 这三四个月就是做回吐 来到部署 如果日线图就是奇形 这个就是月线图 所以黄金的大牛市确认 因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说这么久都是 你不是说为收息 不是说为什么 只是为一样东西 最重要 就是货币已经越来越 令人不可相信 特别是美元 美元 我们看回美汇指数 我再拿这幅图 这幅图其实是之前拿过出来的 你看回大家经常说 不信美元信什么 美元是主要结算货币 你记住 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当时因为它有很多的生产 还可以维持到 是全球物资在战后的主要供应国 所以它基本上以出口为主 全世界都跟它对 在那一刻 它就开始霸佔了 全球主要结算货币的角色 定立联系汇率和金本位 美元和黄金挂欧 35美元一盎司 在那段时间之后 出现了变化 就随着经济复苏 欧洲的国家开始不信美元 第一次不信美元 应该就在70年代开始 大量将美元兑换黄金 而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见了三分之二 之后美国经济开始下滑 去到80年代日本冒起 那它就开始金融掠夺的方程式 就是要美金贬值 所以你现在看到 其实每20年一个周期 80年代一九百多年开始 港场协议签订了 日元要大幅升值 美元大幅贬值 当时就是第一个浪 美元跌下来 这个就是整个40年熊市里面的第一浪 你会看到 由1982年开始 1985年开始 美汇指数只是在走一个 一浪低于一浪的情况 20年一个周期 当时就由86、87左右 跌下来大约是80多 接着科网股年代 美元反弹到上121 在02年开始 就是我开始第一次 叫人买金的时间 300多元 那次那些金由300多元 升到千多元 最后到1900元 升了六倍 美汇 就是美汇由2020 跌到最终70多元 接着做QE 这些就是宏观大浪历史的数据 看了80年代的美金崩溃 黄金的走势 去到2002年 那阵看到同一个形态 叫大家买金 买欧罗 接着那六七年的浪 就已经展示出来 下了10年的黄金的升浪 终于2011年见顶前 我叫大家全部移动 好了 移动完之后 金就跌了下来 就是这一层 叫大家买 因为你看看美汇反弹 说了很多个月 美汇的反弹 形成了一个头肩顶 开始逐步来 这一层下去 如果按同样的百分比 美汇指数大约到55左右 50至55 那这次的金价呢 就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说 上回2000 2100 那么简单 你想想 如果整个牛市起步 我当1200元 其实不应该用1200元 应该用1400至1500元 我当1200元 6倍是多少 乘6 1200乘6 就是7200 所以我说 6000美元一盎司 是很保守 而你又配合现在的经济环境 就是 美国过去10年印了很多印子 今年3、4个月印同样的 多的雙倍的印子 你说金现在的情况落后多少 那为什么不买金呢 为什么要去赚息呢 赚息这两年死了多少人 你知道吗 输死多少人 知道吗 看看现实的环境 才做一个建议 是不是 那么 美金跌 我们短期的势 我分析了几个礼拜了 我们看看近期黄金 这个收窄三角形 下跌三角形 或者旗形 其实走出来了 做了三次底 在1860、1850那些位 现在是等一边 今天就很快的了 你未来一两天好发 很多说法就是 谁做总统的金就会差 谁做总统又怎样 等一下我们才分析 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况 根本又是 胡说来误导大家 凭什么这样说呢 是不是 但是金下面不穿1850 今天就做了一下针 针底很短的 就是选举的过程里面 特朗普反级的时间 就是今天下降177 接着又抵上来 现在上面的位置 1930 理论上大家跟足这两三个月 部署应该平均价1900以下 是可以存到你的仓底的了 理论上应该有七成 就是你想买的货的七成 剩下的那三成 你可以继续等多一个多星期 等起码看看可不可以 读一读穿下面才买 如果没有的话 上面升破1930 1930美金一盎司 站稳的你就要追 那当然了 你可以 我不是之前经常说 用两倍的黄金ETF 7299 这样 这个就是其中的做法 刚刚有个Gordon Rohn 就问了 我经常说 金美会跌 美股大跌等等 他就说 留意到近期的小 美股升的时间 美汇就跌 黄金都跌 美股跌的时间 美金就升 黄金就跌 好了 他就很不明白 我说的那个 关系就是 美股美汇都要死 黄金是独大 你记住 这些 你观察到美股升 美汇跌黄金升 只是一个 我们叫做 近期的相关性 纯粹是统计出来的 没有一个因果关系 在统计学上 这个叫做 correlation 相关性 但是只是近期的相关性 不是一个永久的因果关系 在投资市场 你最容易被人误导 就是有很多人 拿这些 这样的关系统计 拿出来告诉你 叫你这样看 其实 这件事不是必然 也错过很多次 就是相反 违反了 背持了很多次 在欧债问题 股市跌 黄金和美金一起升 有很多人在那时 就会看到 美金一升 黄金又升 又当一个因果关系 其实不是 因为欧债问题 欧洲有危机 所以欧元跌 美金升 美金成为了避险工具 接着股市自然跌 因为是围养 你害怕 那股市的钱 就放在金上 用来避险 在这个关系 黄金就会和美金同步 美金和股市一样背持 好了 有什么情况 股市和美股和美汇 一起升 一起跌 就是如果当时 没有什么特别风险 经济向好 大家会炒 美国经济向好 美国有加息压力 所以美汇涨 但是加息美股又升 是 如果是经济好 而加息美股是涨的 OK 那有些人 那时候又问 加息股市一定跌 把股票全部跌 其实不是 美国加息是看经济的 当年 他见经济好 股市涨 所以他要加息 加息就代表经济好 股市会涨 美金一起涨 那黄金是会跌的 明白吗 好了 跌市也是 美国经济差 股市大塌 好像次用危机 美国要减息来托股市 但是托不起 所以美汇和美股一起跌 这些关系 你详细慢慢了解 不要单凭统计近期 你看过去30年 或者我下次 投资教室就是讲这个题 其实以前的投资教室 我已经讲过 用这个题 讲给大家 印图 哪段时间是相反的 你会清楚 有人问黄金 现在3分1是实金 3分1是240 3分1是7299 7299 不可以做长线 5年 即是他所说的长线 是357年 不可以 因为他和240不同 240就是买实金来做成份 所以他跟金价是一对一 是贴的 7299是有少少炒的成份 又不是说需要很短 有些人就说 是否只可以day trade 即日要走 不可以过夜 这些浪费 这些浪费 外面的人 跟你说 7299 你不可以长线拿着不管 因为他涉及到期今的road on 有着有不着 但我们当然不会去冒这个风险 但是如果你说炒一个浪 譬如说破位 未来两个星期继续持续升势 或者一个月的升浪 我们用7299就可以了 7299是真的 升得急的时间 你不妨是套一套 用来短炒的 所以呢 我自己 至今 已经拿到是自己资产的50% 我拿的金 八成是实金 另外两成 我就分了下7299 还有黄金窩 和2840的Korron 那这两成 我说明是短炒的 去到12月尾 我就会走的了 另外那八成 即是50%的资产 黄金资产 回答八成 我就走死都没走 起码押它两三年了 这个很清晰 告诉你 真正的财富转移 或者长线投资 是个人浪 那当当你表示 不是呀 我有很少钱 Royal 买金也不能买多少 也不用把港元的资产对冲 不妨炒 这几星期找位入市 炒到12月尾 也应该不错 黄金的大局 我希望大家明白 因为我已经重复了很多次 有些网友会觉得很闷 总之大家明白了就自己做着 今天回到我最多时间看的 不是市场 因为市场预算了 发上发落 最重要是看着大选 我记得几星期前说 谁说拜登赢硬 市场就是这样 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 第一,民调不可信 第二,传媒不可信 第三,你要防大湖铺天盖地 给一个信息灌输给你 其实是误道理 当然现在结果未知 但是 如果说优势 是特朗普领先的 虽然还没全 但大部分 未肯定 有些游递 选票未肯定 那些 都是特朗普领先 所以 其实你问我 我就觉得 特朗普赢的机会大 有人说 民调不信 2-3%差距 不信 10%你不信 就是不信 你不信 民调怎么信 媒体不断说 美股升 拜登当选 美股升 市场的人 已经是买 拜登赢了 所以先炒起股市 晒气 谁说拜登上台 美股会升 什么理由 拜登 会和中国关系好 这事先说 都不代表会升 那你之前 上一届 不是说 特朗普当选 就会大了吗 美股 结果又不停地升 所以这些环境 根本就有人在做事 混淆视听 乱吹一些预测 乱吹一些因果关系 所以我几个礼物前说 谁说拜登赢 谁当选 美股也要死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一件事 不是立刻死 因为你知道 很多人把我那些 中长线的大局 偷换成为两三天的升跌 或者一两个星期的升跌 这样就在屈我 我今次说得更加清楚 所以在免费部分 长了时间 我都先说了 谁当选 美国股市都要爆破 不过不是当选 确认那一两个星期 它是可以拿去 可以 埋卖基金连结都可以 不一定是立刻 不过很快 不会很久 可能当选之后一两个月 就爆破了 其实美股有机会 已经做了顶 所以哪个上台都好 美股都会弹散 无论拜登的弹散 无论拜登的弹散 还是川普的弹散 两个上台美股都会弹完就散 这就是我留言 细节的原因 你看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